两粗血 到底怎么回事 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原来只是其中 黄姓被害人跟他的朋友 当时在卡拉OK唱歌 唱太大声 觉得隔壁唱太大声 想要过去规劝 旁边有一个女性男子 原本想要过去劝诈 没有想到公亲辩事主 跟黄姓男子吵了起来 随后女性男子 打电话告知了朋友 来载他回家 朋友以为他被欺负了 竟然找了一群人来为他出气 才会酿成这起恐怖的堪忍事件 南投市区在傍晚 还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 64岁的赖姓老翁 疑4跟46岁的林姓妇人的 亲朋好友上面有债务纠纷 男子竟然拿着枪上门找人 到了妇人家行凶 连开两枪 第一枪卡弹了 第二枪击中了妇人的腹部 对方当场倒地之后 嫌犯喝下事先准备好的农药 想要清身 警方立刻把人 已经送往医院来急救 其实要来关心是新北市的 肉园霸家暴案件 引发了私刑正义之外 公权力也是介入调查 现在社会局约谈他 要求这名爸爸 要无条件接受 饮酒的治疗 还有亲职教育 而且如果不配合的话 就要找法官 直接合发强制令 法院有动作 考量到这名爸爸 有反复施暴的可能性 核准了保护令 现在他不可以靠近太太或是小孩 三百公尺以内的地方 但是肉园霸家暴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是新曝光的影片吗 是他太太说 这是前几年 因为小朋友写功课的时候 不专心被他叫出来 用铁棍来猛打屁股 导致儿子的屁股有伤势 虽然当时妈妈就在旁边 但是为什么没有出声阻止呢 他说他怕他阻止之后 儿子会被打得更惨 还说儿子小的时候 曾经哭着问他说 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呢 他真的很想要死掉 让妈妈听了 当然是心乳刀割和难过 还记得之前 永和的脱婴中心 也爆发了虐童事件 老师把小朋友塞到柜子里面 还痛打小朋友的脚底板 新北地检署监办之后 约谈了下信主任 还有动手打人的老师 目前三个人依照 涉嫌伤害罪嫌 分别五万块钱 等不等的金额交保了 但是面对媒体一改先前 不当的态度 深深的鞠躬道歉 再道歉 台北有肉圆霸家暴儿子 在苗里一次有发生 家长处罚女儿不当行为 有民众发现 有家长竟然狠心的 把小女儿丢在停车场 做事要直接开车离开了 好小朋友当然是被吓坏了 紧紧抓着车的门把 就怕真的被爸爸妈妈丢崩了 还一路狂哭 小跑步想要跟上车子 好大家看了之后 觉得好危险 万一小朋友被卷到车底 怎么办呢 事后找到这名爸爸 他说 当时因为女儿在商场里面 一直吵着要买洋娃娃 被拒绝之后 开始大哭大闹 想说要吓唬一下她 绝对没有虐童 但是也对自己的行为 坦承不当 感到非常抱歉 天道蒙太阳会会长铁坝 跟绰号太保的弟弟 为了帮一家跨国电子厂 追逃上亿元的货款债务 派出扫地恐吓被害人 强迁了1.98亿的本票 还电话恐吓了被害人的家人 甚至要求扫地去泼妻警告 去年的扫地跟北市 某医美诊所发生了诊值 太保还召集了扫地 占据检所的大厅 更在纸上留下 天道蒙太阳会称号姓名 要被害人上网查查他的身份 借此来恐吓取材 黑道也曾经闯入到了酒店 来殴打干部 行径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嚣张 曾淫妇曾淫静 两兄弟都是天道蒙太阳会旗下 名声响亮的虎牌部队议员 曾经在柬埔寨接受 严格的血腥训练执行 这个暗杀任务 在2002年的曾淫静 因为不满报道率领帮众 狂砸了一周刊的办公室 还曾经强压债主 打断了手指 手段很松残 这次又涉嫌恐吓取材 一戴虎头 还是男头发王 台湾市警方破获了一间 假按摩真卖营的养生会馆 破门而入 看到有小姐来不及逃 全身光溜溜躲在衣柜里头 根据警方调查 这间色情的养生馆 是由一名45岁的越南女子开设的 再来台湾20年了 过去自己就是从事色情行业 现在升格当老板娘 进了三家色情会馆 号召越南籍女子 以假观光真卖营的方式 来台湾赚钱 但最后还是被警方 宣布逮捕归案 高雄市长韩国瑜行程 真的是满刀不行 白天参加了半天的市政会议 加上要召开治水记者会 下午又跟劳工局进行了工地 圈案检查 接下来还有长达三个半小时的 非洲猪瘟防疫演练 可能是行程真的是太紧凑了 精神不太好 开始打瞌睡 韩国瑜说 尽管真的好累 但是其实他都有一直努力 要打起精神 我们来看到 就是谢龙介接受了 女性杂志专访了 大改昔日大书造型 在专业团队的打造之下 变成了政坛行男 他上次说自己真的也被吓斗了 快要认不出来杂志上面的是谁 还说回家的时候老婆也吓了一大跳 因为老婆说没看过这么帅的男人 照片曝光之后 不少网友又说 有一堆妈妈可能要被圈粉暴动了 好来看一下谢龙介 他的这个新造型 知名的YouTuber 李柯太太既访问了 九令之后呢 好现在又访问了 SH1当中的Selena跟Ella 就S跟E嘛 好让他直呼很开心 又化身小粉丝 好这个影片呢观看人数值比20万 网友也纷纷留言 期待他跟SH1三个人一起访谈 好说到李柯太太呢 其实他的频道成立才短短不到一年时间 就跟很多的大咖明星来同框了 让他也成为了YouTuber很突出的 很厉害的个案 还有赞用IG 但是你知道IG上面最多赞的照片是什么吗 好答案就是刚才看到蛋的那张鸡蛋照片了 非常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随便Google鸡蛋 在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嘛 好但是为什么这颗鸡蛋这么红呢 好其实在美国时间1月5号出现在IG上面之后呢 因为他在这个照片的介绍栏就写上自己是IG史上最多赞的蛋 没有想到网友看了之后觉得还蛮好笑的 就横给面子 真的一人一赞 看到就顺手按一下嘛 真的被送上了宝座了 好到底有多少赞呢 到目前为止 他的赞数已经冲破了3700万了 而且这个蛋的赞数也在持续往上冲 好你看到光是他的followers 他的追踪者也至逼近500万了 好真的是最红的这个网红蛋了 我们来看 宋食店是接力涨价了即肯德基宣布调涨之后 麦当劳也公布 从23号就是下个礼拜开始 要涨21个品项的价格 好像是嫩煎鸡腿饱 甚至要价82块钱 除了提高售价 麦当劳也首度把麦翠鸡的腿跟翅来分开卖 这两个的价格 价差还高达了10块钱 你有吃过用铁板煎的汤包吗 这家早餐店结合了台式跟客家元素 招牌的酒黄猪肉糖包用铁板下去煎 内馅还加入了爱玉 让它吃起来更鲜甜多汁 让汤包多了酥脆的双重口感 还有自制的粉浆蛋饼软Q 包着台式泡菜 沾上独特的客家酱料 这个风味是酸甜清爽 饮料现煮擂茶牛乳搭配着坚果的香气跟乳香 香浓炫口 创意的台式客家早餐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我们来关心是摄林夜市又传出现切水果摊 坑沙了外国观光客 就有民众在网路匿名破问表示 外籍有人买了一扫单水果 居然要价400元 台北市的市场处也在晚间 前往了19间的摊味鸡茶 当场就发现有摊箱标价不清 还有这个环境的整洁不佳 立刻开发 2002年到03年 在全球引发大规模传染的SARS病毒 在很多人心中都有留下阴影 但现在香港大学的教授 研发出了一款超级万用药 不只能治疗SARS 包括H1N1流感 还有肠病毒以及子卡病毒 都有疗效 受到暖冬影响 今年各地的变色植物 普遍来说都变色的比较晚 位在南投竹山镇 省道台山县的风树 这样异常的风红 绵延了数公尺的枫叶 红彤彤一片 看来是相当的疗愈 而且很漂亮 当地民众就说 这是台山县有风树 十几年以来第一次变色 这么美丽 在平地就可以欣赏到 美丽的风红世界 感谢大家今晚的收看 我是宇晨雪 晚安 我们再会咯